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读一个中国预言,雄鸡断尾 雄鸡断尾 有个大臣到郊外去,看见一只公鸡自己把自己的尾巴弄断了 他问,这是什么原因? 他的随从说,这只公鸡怕做了祭品 雄鸡 公鸡 大臣 官员 郊外 城市外 随从 跟随的人 祭品 祭祀用品 这个故事来自一本叫左传的历史书 有学者认为,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则预言之一 公鸡自断其尾,估计是个虚构的故事 一个攀岩的人,自己截断了手臂,从巨石下脱身,是个真实的故事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 雄鸡断尾 有个大臣到郊外去,看见一只公鸡自己把自己的尾巴弄断了 他问,这是什么原因? 他的随从说,这只公鸡怕做了祭品 雷冰尾